很多朋友有肥胖问题,很可能解释过了很多剪椎方法,体重忽伤忽伤,一直剪不下来,又或者剪下来又反弹,身体越来越差,怎么能有效剪椎,而又不伤害身体,最好还能增强体质呢? 对于肥胖的朋友,我想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,现在人的肥胖大多是虚胖,现在流行五花八门的剪椎方法,几乎都不是针对这种虚胖的,而且大多数方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副作用。 中医的思想其实原则上是很简单的,在增强体胃功能的前提下,保持食度的饥饿感,这就是中医减肥的终极秘诀。 有两种,一种是恶的发慌,头晕眼花,四肢乏力,头冒冷汗,说话有气无力,人快要了晕倒了,这是身体出问题了,另一种事情仅有饥饿感,但是身体有力,精神很好,说话有气力,感觉在干活干个一两个小时没问题,这是好事情。 中医减肥与传统减肥方法的PK传统的减肥方法,都是让人不想吃东西,让人吃得少,好像一定就能瘦下来。 而且还有一堆卡路里食物所含的热量,或者人体消耗的热量一堆来支持,问题是,食物含多少卡路里没错,但你吃下去后,这些卡路里,就一定能转化成自己身体的能量吗?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,这些卡路里在你的脾胃功能非常好的情况下,才能转化成身体的卡路里。 脾胃功能不好的话,也就吸收个百分之二三十,但吸收的大多还是垃圾,实际上,正因为脾胃的吸收功能差,所以才要吃更多的东西,来维持身体的能量。 因为吸收功能差,所以吸收了食物中更多的垃圾,从而形成肥胖,这是个恶性循环,也是为什么肥人总想吃东西。 而且,越来越肥的原因,这种限制卡路里和搞坏体位的做法,是绝对错误的。 胖人并非吸收功能太好,质量吸收过多,而是吸收功能太差,吸收了过多的垃圾所致,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。 怎么才算是脾胃好?两个标准,一个是有胃口吃饭,另一个是大便正常,健康人应该经常有饿狼想吃肉的这种欲望。 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没有饥饿感,一天三顿饭只是硬服式的,那他的身体肯定是有问题的。 有些报道说,有人减肥减出了厌食症来,为什么会得厌食症呢?这就是在错误的减肥思想指导下,脾胃功能被极大的伤害了。 给有错误,减肥里面的胖人一点建议注意,以下每一点都是需要反复阅读领悟的。 一,禁止结实,结实对于胖心肥胖,几乎没有任何作用,而且会给身体造成所害。 很多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结实,体重试下来了。 但后果,要么是体重很快出现反弹,甚至比原来更胖体质,比原来更差。 要么就是得了厌食症,体重倒是一天天下降,可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 二,改变饮食习惯,每天定是正常进餐,早餐一定要吃,内容以米饭等主食为主。 米饭要占进餐总量的四分之三,有些减肥方法建议进餐时只吃菜不吃饭,在我看来这简直可笑至极,菜以蔬菜为主,和豆食为辅。 蔬菜比例要占到千成,吃饭吃得七八分饱就可以了,千万别吃到十一分饱, 有个秘诀就是,吃饭吃到一般的时候,放满进餐速度,将入义力从饭下转到自己的肚子,感觉一下,吃到几成饱了,别请自己别吃过饱。 总结起来就是,定时吃饭,多吃饭,少吃菜,多吃蔬菜,少吃肉,吃饭吃得七八分饱。 三,零食,原则是零食可以吃,但一定要等到肚子饿才吃,还有就是,肚子饿一定得吃东西,不管是正餐还是零食都可以。 记忆餐饱一餐这种生活方式最容易又发肥胖。 有些朋友喜欢多吃水果,以水果代替正餐来减肥,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,况且空腹不宜吃水果。 五,睡眠,多睡觉,早睡觉,每天晚上十点前睡觉,有条件的话。 中午最好午休一会儿,禁止熬夜,只有每天觉得精神奕奕,你才可能有多余的能量,用于减肥,否则一天到晚晕晨全到,能量不够用,脂肪就会越积越多。 六,运动,每天适量运动,运动强度不要过大,做什么运动不要紧,关键是持之以恒,不要等到周末才想着做运动。 七,每天步行上下楼梯,走路去上班等等都是很好的运动,运动强度你不感觉太累,微微出汗为好。 夏天可以适当加大运动量,运动是要保持不过肌,不过饱,不太贫劳,特别是对于一天到晚做办公室的朋友,每天都得出点时间做运动,运动要适量。 过量运动对身体的危害比不运动还大。 七,可以经常方便粗粮,杂粮一半过周来吃,粗粮,杂粮有一批胃功能。 二,经常喝些山楂水来开外,爱九族三里学,是增强脾胃功能的有效方法。 十,每天逆视正爱肠子的蠕动方向,精进容按肚子也能有效增强脾胃消化功能。 十一,进取一切减肥药品及保健品,没发觉哪个减肥药品是对身体有益的,几乎所有的减肥药品都对身体有所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